我們先跟各位來介紹這個最像PowerPoint 其實導致講學起來最簡單的一個 這個叫Active Printer 那麼剛剛有跟各位提到了 你如果說進到我們這個資料夾之後 現在這個是免安裝的版本 所以你打開直接執行它就OK了 但是呢各位稍微註一下 他的官方網站 他的官方網站其實你可以直接找這個 打這個網址Active Printer 我記得好像是 好像是澳洲的軟體這樣子 那你進去之後呢 你進去之後他們 網站上目前 官方的版本是只有簡體中文 以前有繁體中文 但後來就是 你知道我們經濟現在不好 沒什麼人買 人家就不做繁體中文的 那後來是有人 我們就是把那個舊的翻譯檔再拿出來 再在做 就拿 那個舊的然後順便把那個什麼 大陸的簡體版的 又翻成 繁體的 所以 現在給各位看到的這個 有沒有發現是中 我們講的正體中文嘛 都繁體中文 那如果說你直接下載 事實上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 只是說你可能就需要手動把那個 中文語系 把它放進去 那我們在這裡 Ati Printer 這裡有一個第 第11個 有沒有 第11個 這裡有一個中文語系的 到底要怎麼放進去 我有跟各位 簡單說明一下 這樣你會比較清楚 如果像我們剛剛不是有遇到升級嗎 你如果升級 那它就是用安裝的嘛 那安裝的就會變成說 奇怪打開只有簡體中文 只有簡體中文 所以 你可以從這邊 雲端頁把這個檔案下載了之後呢 把它放到它 安裝什麼 語系的那個目錄 預設是在這裡 叫做Local 這個安裝檔裡面有個叫Local 這個資料夾 好這資料夾你就把它放進來 解壓說之後這個資料夾放進來 這樣你打開就有所謂的繁體中文 這樣了解 安裝版跟免安裝版都一樣的功能 沒有什麼功能不同 那這套軟體呢其實現在有一些學校老師也有在用 因為呢 它雖然我們現在用的是免費版 但是呢 它在影片剪接這一塊功能 還有就是您剛剛所看到的 就是 那些操作 都是免費的 最後輸出如果是輸出影片 也都是免費 不會有任何的浮水印 因為這套軟體 主要是用來做數位教材用的 所以它 有付費功能是在哪裡 就是一些互動的 互動的那些功能的部分是屬於付費的 這一套好像也是一萬多塊吧 可是剪接功能啊 還有輸出影片都是完全免費 這樣就沒問題 你簽到好了 跟老師交代好了 沒有 這樣會不會 等一下我 螢幕不能錄到你 老師會知道你來這裡上課 開玩笑好 那麼 這樣應該就 稍微了解了對不對 好